她被媒体评为最具美感的女模特 却在事业的巅峰器被人残忍杀害 死在了距离家门口不足三米的地方 而随着警方的调查 一个潜藏在人间二十多年的恶魔 第一次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 此人就是英国最臭名昭著的色魔 马克·菲利普迪克希 也被全英女星称为最恶行的男人之一 那么他到底做过什么事 才会被人如此延误 又是如何做到犯二十多年才被人发现呢 大家好 我是胡探长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曾轰动一时的英国连环杀人案 臭名昭著的伦敦色魔 一探究竟 本案的受害者沙利安妮宝曼 于1987年9月11日出生在英国伦敦的卡销尔顿 从小就是一副美人胚子 长大后更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以及出众的外在条件 年仅18岁就成为了世界顶级万表品牌斯沃奇集团的代言人 如我们所熟知的欧米加 浪琴 宝婆 格拉素迪 等超过二十多个耳熟能详的品牌 都地属于斯沃奇公司旗下 可见他在时尚圈的地位有多高 因此沙利凭借斯沃奇集团的国际影响力 使他也一跃成为了一名国际上知手可热的模特 再加上他能歌善舞 未来的发展简直不可限量 可就在他的事业突飞猛进时 一个恶魔的突然出现 夺走了他即将绽放的生命 2005年9月25日早上6点30分左右 沙利家的一位邻居出门晨跑时 在一个建筑垃圾堆里发现一条人腿 刚开始他以为只是一个人体模特的假腿 但走近一看 发现一具满身红色的女性倒在地上 于是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案后 案发所在地 伦敦的克罗伊登警方立即赶到了现场 看到一名身材高挑的年轻女子倒在地上 上身一丝不挂 下身也只有一条短裙裹体 被发现时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而死者正是刚刚出名的沙利安妮宝曼 据专业的法医检测 沙利的死亡时间为凌晨的4点至6点之间 身上一共有7处刀伤 其中三刀已经直接磁穿他的身体 在肚脐上面大约12厘米的位置 还有多处被人咬过的痕迹 并在他的体内提取到一份男性体液扬本 可让法医感到惊讶的是 这份体液竟然不是在死者生前留下的 更重要的是 警方也并没有在犯罪数据苦中 找到与之匹配的DNA数据 于是只能寻找其他方式进行破案 通过一番现场勘察 警方得知沙利的家与尸体被发现的位置非常近 仅仅有3米左右的距离 几乎可以说是只有一不知遥 并在沙利家门口发现了大量的红色痕迹 所以警方怀疑 沙利的家里会不会才是本案的第一凶案现场呢 可当警方来到沙利的家里进行调查后 立即就推翻了这个想法 首先 沙利的家里没有丝毫达到一记红色的痕迹 其次 沙利的父母昨晚一直在家里睡觉 如果有人闯进来 不可能听不到 因此凶手一定没有经过沙利的家门 遇害地点就是在家门口 这也就是说 凶手极有可能是在毫无遮挡的情况下 在家门口对沙利实施的不道的行为 因此警方判断 凶手应该是一位对沙利极度痴迷的人 而且案发师一定是属于临时起义 不然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 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占有对方 因此昨晚沙利见过什么人 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据沙利的姐姐介绍 昨天晚上十点左右 沙利曾跟她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 打人一点左右派对结束后 姐妹俩一起不幸回到了姐姐的住所 原本姐姐是想留沙利在自己家里住一晚的 可沙利却并没有选择留下 而是给男友路易斯罗斯腾打了一通电话 约好一会儿在克罗伊登市中心见面 因为二人在几天前大吵了一架 目前正在闹分手 此次见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据沙利的姐姐回忆 沙利大约是在凌晨两点左右从自己家里离开的 并亲眼看见她上了一辆出租车 然后就再也没有了沙利的消息 通过沙利姐姐的描述 沙利生前见的最后一个人应该就是男友路易斯了 因此警方立即找到了路易斯了解情况 据路易斯介绍 当晚他与沙利确实在2点30分的时候见面了 但当天二人的谈话并不愉快 最终决定结束这段情侣关系 大约在4点15分的时候 路易斯就开车将沙利送到了家门口 可由于二人属于不欢而散 所以在沙利下车以后 他一句话没说就直接驾车离开了 这也就是说 路易斯并没有亲眼看见沙利回到家里 虽然我们以上帝的视角已经知道 凶手一定不是这位年仅18岁的路易斯 可在警方的眼里 他却恰恰是那个最有现意的人 毕竟他无论是从作案时间 还是作案动机上来看 他都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 于是警方立即将他与凶手的DNA做了一番比对 毫无意外 最终的结果显示 两者的DNA完全不匹配 可警方也并不是一无所获 因为一名法医在做DNA比对的过程中 竟无意间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而也正是因为这条线索的出现 令凶手的身份逐渐浮出了水面 在沙利遇害的同一天 还曾发生过另外一起侵犯杀人的案件 而且警方在现场找到了一份凶手留下的血液样本 并也送到了法医实验室进行检测 经过法医比对 这名凶手竟然与沙利液案的凶手DNA完全匹配 而且这起案件就发生在沙利遇害前的一个小时 即2005年9月25日的凌晨3点左右 案发地点也正好就在沙利家附近 当时是一名年轻女子正在路上打电话 这是一位陌生男子却突然走到了她的身前 然后温柔地对她说了一句 对不起 还没瞪女子反应过男子为什么莫名其妙的道歉时 该男子就一刀砍向了她的头部 好在年轻女子并没有当场失去意识 开始拼命地反抗 并无意间划破了凶手的手臂 这才在现场留下了一丝血迹 成为了后来确认凶手神分的关键线索 可年轻女子毕竟身材瘦小 头部又收到了重创 面对一名成年男子的权力殴打 她很快就坚持不住了 幸好这时一辆出租车正好经过 于是年轻女子联盟大胜求救 出租车司机则立即闻声停下了车 健庄 凶手自知一经被人发现 也就没有再继续行凶 选择了立即逃离现场 年轻女子这才惊险地捡回了一条命 后来法医根据凶手留下的血迹 虽然成功获取到了她的DNA样本 可由于警方没有在犯罪数据库中 找到与之匹配的人 所以此案就被暂时搁置了 知道警方将杀利一案的凶手DNA送来比对时 由于正好赶上是同一名法医进行操作 所以她立即就察觉到两者的DNA完全相同 显然两起案件一定是同一人所为 至此 警方这才意识到 他们面对的竟然是一位连环杀人犯 而且此人心里有极度扭曲的现象 若不及时将他绳制一法 很有可能会继续行凶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 警方不敢再做任何的耽搁 连夜找到了那名从杀人犯手里逃脱的幸存者 也就是当初被出租车救下来的年轻女性 希望能从她的口中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据该女子描述 凶手是一位白人男性 当时穿着一件白色上衣 年龄大约在30岁 身高为1米8左右 有一头黑色的短发 根据受害者的描述 警方绘制出了一副凶手的画像 并立即发布到了各大媒体上 希望广大居民能够提供一些凶手的线索 可由于案发当时天比较黑 因此受害者无法将凶手的五官看得那么清楚 只能进行一个大概的形容 导致画像里的凶手长了一副大钟脸 似乎谁看上去都能向上那么几分 所以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警方一共接到了上百通举报电话 却无疑人是真正的凶手 无奈之下 警方只能放弃了这个方法 决定依靠凶手的DNA进行破案 毕竟这才是最不可能出错的证据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警方开始对案发附近的居民主义走访 希望他们可以资源提供DNA养本 不过警方并没有寄希望于凶手 能够主动提供自己的DNA 而是寄希望于从他的亲近那里获取 毕竟警卿之间的DNA其实非常接近 只要警方得到凶手其中一位亲戚的DNA数据 他的身份自然也就藏不住了 可警方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 走访了超过六千多户人家 也仍然没有得到一点凶手的线索 反而随着警方大规模的走访调查 整个克罗伊登的市民都知道 在他们身边一直潜藏着一位变态杀人犯 搞得市民人人自危 特别是年轻女性 若没有三两个人一起 晚上根本不敢出门 不仅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 还导致了克罗伊登的晚间消费大幅缩减 可以说这位变态杀人犯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 拉底了整个城镇的消费 因此引起了很多市民的强烈不满 开始纷纷向警局施养 要求他们赶紧破案 面对民众的压力 警方也是无计可施 可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起看似毫不相关的打架的偶案 竟意外让凶手的身份彻底暴露 2006年3月 在一间足球酒吧里 两方球迷看球时突然起了争执 进而发生一场混战 眼看场面马上控制不住 酒吧老板连忙补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赶到后 很快控制住了局面 然后将寻性滋事的几个主要人员带回了警局 虽然他们几乎都有受伤 但好在都是一些皮外伤 所以在经过警方的调解后 双方都决定不去恐告对方 接下来 他们只要按照英国当时的规定 每个人留下一份指纹以及DNA样本后 就都可以离开了 可在采取DNA的过程中 一位名叫马克迪可惜的男子却表现得非常奇怪 始终一副胆战心惊的模样 仿佛快要哭出来了一样 可警方明明没有将他定罪 还马上就会放他回家 他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怪异呢 虽然警方感觉马克的表现很不寻常 但也没有多想 最终还是放他离开了警局 可很快警方就意识到 自己究竟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 12天后 法医实验室给警方打来了一通电话 并激动地宣布 那位名叫马克迪可惜的DNA与杀地体内 发现的体液样本完全吻合 这也就是说 此人正是警方苦苦寻找了一年的变态杀人犯 马克 全名叫做马克菲利普迪可惜 1970年9月24日出生于冷顿南部 从小就出生在单亲家庭 1986年 16岁的马克就因持刀抢劫一名女子 被判了六周拘留 1987年 范友如是盗窃和抢劫罪 不过由于当时还未成年 并没有受到重刑 几个月后就出来了 1988年 马克因为谢罪 被判处两年缓刑 也就是肩外执行 但在缓刑期间他也没有老实 于一个月后就再次因为谢罪被抓 1989年 他还是因为猥亵罪 被判处80小时社区服务 1990年 他因袭击一名警察而再次被捕 但也只是判了三年的时间就被放了出来 于1993年移居到了澳大利亚 但在其他国度他也没有停止犯罪 强劫 猥亵的罪行从未停止 最终于1999年被澳大利亚驱逐出境 然后就再也没有了他的犯罪记录 至于马克明明犯下这么多起案件 当初还没有在数据库中匹配到他的信息 是因为在1995年以前英国还并没有建立犯罪数据库 而最后几起罪行他又是在澳大利亚犯下 所以当初警方才没有匹配成功 而看到这里 西星的朋友应该已经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马克虽然犯案累累 但在沙迪一案之前 他却并没有任何重大刑事案件的记录 全部都是一些相对小的罪行 抢劫也都是一些小数额 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没背叛重心 能够在外面持续犯案的原因 可在2006年发生了沙迪一案却截然相反 这起案件的恶劣性质简直可以用丧尽天良来形容 或许 这个时候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认为 马克应该是最近才变得如此丧心病狂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不然他也不可能成为英国最聪明昭著的罪犯 只不过因为这些年来 他犯下的所有重大刑事案件 正好没有一件被发现而已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我先不说 因为等他正式被警方逮捕后 一切的真相自然会一个又一个自动跳出水面 可警方逮捕马克的过程并不顺利 当警方赶到他的家里进行抓捕时 竟发现 他早在12天前离开警局后 就迅速逃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显然他的警觉性很强 早已意识到了自己会有危险 虽然英国属于国际刑警组织成员过 也有引渡条约可以用 似乎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将马克抓捕归岸 但事实上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逃犯并非大度销这种级别的人物 只要逃到了其他国家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其实并不那么容易被抓捕回国 所以说 马克若当真一直待在荷兰 英国警方或许还真不一定拿他有办法 但他毕竟不是荷兰人 仅仅过去三个月 马克就因为无法适应阿姆斯特丹的生活 再加上他与那边的房东发生争执被赶了出去 逼得他不得不返回了英国 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认为警方应该没有发现他的身份 才会如此大胆地返回英国 然而就在他回国的第一天 警方就已经盯上了他 最终于2006年6月28日将他正式逮捕归案 可在被捕后 马克却拒不承认杀害了沙利 并为自己的罪性编造了一个荒唐的理由 称当晚他只是在街上行走时 正好看到了沙利躺在地上 然后一时没忍住 就对他做了一些不道德的行为 换言之 就是马克承认自己侵犯沙利的事实 但拒不承认杀害了沙利 始终说自己发现沙利时 他就已经死了 面对马克的狡辩 警方自然是不可能相信 因为他们不仅已经掌握了马克的DNA证据 还早已磨清了他在案发当天的所有动向 甚至连他的犯罪心理都已经摸得清清楚楚 据警方调查 案发当晚正好是马克的生日 所以他跟几个朋友来到了一家酒吧情生 整晚都清泡在酒精和非法药品中 玩得可谓是醉生梦死 可就在他玩得最尽兴的时候 女友却打来一通电话 没说几句二人就吵了起来 并当机跟他提出了分手 当然 马克当时的女友应该并不知道他的真实面目 毕竟谁也不可能忍受于因为变态 杀人犯同床共振 酒吧灌门后 马克在酒精一记非法药窝的作用下 开始想女人了 但他又刚刚跟女友分手 于是无处发泄的他回家拿了一把刀 开始在街上随机寻找猎物 然后就遇到了一位正在打电话的女子 并袭击了他 好在有一辆出租车恰巧路过 令马克的第一次行凶并没有成功 但他并没有就此回家的打算 紧接着就遇到了18岁的沙利 看到他正好刚从前男友的车里下来 于是男友前脚刚驾车离开 马克就迅速冲到了沙利的面前 而且他从一开始就没准备留活口 直接用刀杀害了沙利 然后才进行的下一步 见警方已经调查的如此深入 马克也不再做无意义的辩解 说一切等律师来了再说 可这也只是垂死挣扎而已 以目前警方所掌握的证据来看 想要将马克定罪已经是一如反掌 接下来 等待马克的必定是法律的严惩 可就在庭审后不久 一个又一个隐藏多年的真相 竟然自动浮出了水面 所有人这才意识到 马克的罪行其实远远不止这些 他简直就是一位行走在人间的恶魔 2008年2月5日 对于马克·底科西的审判 于伦敦市中心的英格兰中央刑事法院 及老贝利正式开庭审理 由于马克的犯罪事实清楚 邪证据确凿 最终陪审团一致裁定 马克·菲利普·底科西判处无期徒刑 最早也要37年后才能获得假释的机会 而在伦敦民众得知 他们日夜恐惧的连环杀人犯终于绳之以法后 这座故城终于恢复了亡日的繁荣 科本案并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在马克的身份被公开后不久 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子称 自己于1998年也曾有过跟沙迪一样的遭遇 同样是身重其道 并也被马克实施了不道德的行为 只不过他最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但由于当时的证据不足 警方一直没有抓到凶手 直到他在电视上看到了马克被抓的新闻 这才知道凶手的真正身份 于是立即报了警 然而 这并不是马克唯一漏判的罪行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又有两名女子也来到了警局报案 其中一人为泰国义 一人为英国义 他们也都说自己曾遭受过马克的袭击 接二连三的有人举报马克 这就很难不让警方怀疑 马克的罪行恐怕远不止目前这些 毕竟能报警的只有幸存者 若是受害者被当场杀害了呢 于是警方几乎将近20年来 伦敦发生的所有未解悬案都犯了出来 还当真发现了不少与马克作案 手法相近的悬案 十几年后 警方一共确认了有至少17宗案件 是马克所为 甚至还发现了一起 明明是马克所为的案件 却让一位无辜者成了他的替罪样 那是马克在2003年8月犯下的一起案件 他在西班牙的福温吉罗旅游时 袭击了一名年轻女子 事后并对他实施了不道德的行为 可他并没有被警方抓捕 反而是一位名叫罗马诺范德杜森的荷兰籍男子 被警方当成了凶手逮捕 并判处了有期徒刑15年 直到2016年2月才被人查出 此案其实也是马克所为 荷兰籍男子罗马诺 这才在服刑了12年后 终于被无罪释放 虽然在官方记载中 马克·迪克希一共犯有17宗刑事案件 可考虑到一定还有不愿报禁的受害女子 以及无法证实的悬案 她的犯案数量初步估计 也至少达到了27亿以上 可神奇的是 马克明明20年间从来没有间断过袭击女性 却在2006年沙利一案发生前 没有过一项重大刑事案件的犯罪记录 可她并不是拥有什么过人的智慧或者是技能 而是纯粹就是依靠运气 每一次犯下大案时 她总能莫名其妙地躲过警方的追查 甚至会突然出现一个与她肉貌相似的人做她的替罪一样 能被抓到的几乎全都是一些小案子 这才导致了她能够持续犯20年都没被抓获 直到沙利一案发生以后 她的好运才彻底结束